極光之旅 正式啟喊 在燈光與音樂的交織下 主燈的燈光秀瞬間奪取眾人目光 活動更精心出動照雪雞 讓屏東下起冬雪 滿天飛舞的雪花與極光 灑滿會場 民眾全都開心尖叫 我覺得很漂亮 我第一次來 然後雪花製造機滿好玩的 有新的地方配逛 然後有來很多聖誕情的 我覺得很不錯 燈結現場出有高達五米的主燈 極地破冰號外 還打造五光冰柱 極地星空和極光雪原等十大燈區 打造成充滿奇幻神秘感的基地 讓民眾不用出國 就能感受到北國聖誕風情 活動的期間從今天開始到明年的三月一號到二二八年假結束 結束那這個是我們在屏東聖誕節 也配合屏東的彩燈節包括熱帶龍愛博覽會一系列的在入冬之後要迎向新年 不管是新舊年的新的一年的來臨 屏東都有一系列的南北串街的一系列的活動 屏東公園在點燈過後 十二月每週末以及二十四號至二十七號期間 將有一連串的音樂演出 魔術秀和屏東下雪了等活動 展期會一直到明年的三月一號為止 原視新聞歌手屏東室採訪報導